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一个海景房 可以看到海景 外面望海景 然后望到那个观音像可以看得到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就那个中间一个圆圈那个位置是观音像 然后我挑酒店呢就一定是要挑那个浴池跟领域是要分开的 我其实酒店我不是很在意的 尤其是度假就可能会挑一家 尤其是出差我是不是很挑酒店 好一点坏点我都没所谓 那五星级就是为了安全 那另外呢就是我挑酒店一定是浴池跟领域是要分开 嗯 这里是游泳池 对 然后健身房这里都有 我以前是不太去健身房的 最近呢我是想说还是要去一下健身房 嗯 这里就是到一号广场 那文华东方酒店就在跟一号广场是连接的 一号广场是澳门的一个非常出名的卖名牌东西的一个商场 嗯 但是我觉得澳门半岛这边呢就非常的安静 那我去年是跟小朋友一起去的一个谈在那边的银河酒店 然后银河酒店那边连着的四个酒店是非常热闹的 然后那边有一些小吃啊什么东西 然后人也非常多 那当然离大运河的购物广场就非常有名 因为大运河购物广场也非常的近 好 然后这个是爱马仕 然后在这里面就看上了一个手袋之后 我就还是决定再去逛一逛其他间 但最后还是在这一间第一眼看上的那个就买下来了 嗯 因为这个比较便宜的 比较便宜版的爱马仕 这是LVE门口的那个会眨眼睛的一个广告吧算是 广告栏这里我就觉得很有意思 LVE我本来也是想买一个Speedy的 然后呢 我就觉得普通的Speedy就太一般了 然后就选了这个特别版 就是好像太男性化了 这个特别版本来就是蛮适用的 然后逛 逛了一号广场出去之后我们就去吃了法餐 然后这个法餐怎么这么好吃啊 我觉得这餐真的很好吃 就在一号广场旁边出去 在那个米高梅 它跟米高梅酒店也是相连的 米高梅酒店里面的一个法餐 这边Celine的这个手带是很有名的 就是这个这个款式 然后Valentino的鞋我是非常喜欢 可是我到现在还没有一双 我是打算今年看看 要不要买Valentino的鞋配置一下 然后这里面 然后现在出来了 就从一号广场已经出来了 出来 这个是我夜晚的时候又出来一堂逛的 然后我是要走到那个永利那边 去找另外一间爱马仕 然后在那个爱马仕我想要再看一看 我想要看到那个Garden Party的一个小版的 因为以前Garden Party只是36号版 现在出了一个30号版 我觉得很可爱 就想去看一看 然后那个永利的爱马仕呢 在星际娱乐的旁边 在星际娱乐的对面 就可以看到爱马仕了 对 这里就是爱马仕 然后从旁边进去 但是这里面我看到的颜色 都还不如我第一眼 我第一眼看到的那个手带好 有的时候真的是先入为主 买东西的时候 然后从这里面进去就是 就是爱马仕的店 里面还有几个名牌店 那晚上吃饭的时候 我们就找到普京酒店里面的三楼的有一间中餐厅 本来是想去那一间 结果我们就走到二楼 就走错了 走错了就误打误撞 就想说那就吃这一间吧 我也懒得再上去了 那最主要的来澳门就是想吃乳鸽 觉得澳门的乳鸽非常好吃 这一间叫普京日丽 广东菜吧应该算是 但是很不巧的是 我自己还忘记拍乳鸽的照片了 但乳鸽真的还是挺好吃的 我们下期再见 然后这个甜品核桃鹿 我是一定要喝的 每一次吃广东餐一定要喝核桃鹿 那夜晚我们吃完饭就直接出来 然后沿着河边就打算走回酒店 然后在河边上看澳门的夜景 还是挺好看的 尤其那座大桥 那它这座大桥 大概是连接去坛载的那条路吧 然后澳门就很热闹 然后夜晚还看到了这个烟花 在水里的烟花表演 然后第二天就早晨来吃自助餐 然后这个是包 我订的是包自助餐的 据说文华东方酒店的早晨 自助餐非常的好 所以我当时就想说 这次来澳门就试一试文华东方酒店 那其实看起来好像还是不错的 但是种类不是很多 不像我 我觉得其实早餐酒店最丰盛的是 在内地的酒店 内地的五学级酒店 因为地方又大 然后酒店的那整个一楼的那一层 感觉都是可以吃东西的地方 然后可以转好多圈各种各样的吃的 我觉得香港跟我们早餐 早餐就不是那么的准备多 但不知道是不是它每一个都很精细 但其实味道还是不错的 然后来到这边看到就是甜品面包的这一部分 这里就有一个果酱很特别 这个果酱特别有写是handmade 就是手工制作 然后有各种口味 我觉得手工制作的各种口味还是挺特别的 再往后一层就是中餐 面食啊 还有omelette 可以跟他订说我要omelette的回现场 帮你做一个 这个就是基本五星鸡酒店的配置吧 有一些很特别的吃的 是其他地方没有见过的 然后我就来了一趟洗手间 我觉得这洗手间超级豪华 吃完了早餐之后 我们就到三楼的那个做spa的地方来看一看 因为打算说要不要晚上坐一下 或者明天早上临走的时候坐完了再走 文华东方酒店的spa呢 好像也是据说这个设施是不错的 因为这个酒店已经非常老了 我觉得它用它拼它自己的房间 大概是没有什么好拼的 就刚刚大家看到房间其实是非常普通 然后就是做了一些特别的设施 然后早晨我们又来到赛车场来玩赛车 因为这个赛车场是一定要拿驾照的 拿驾照才可以玩 这个是澳门政府的赛车场 所以价钱还算便宜 之后就是非常有名的安德鲁蛋塔 找到安德鲁蛋塔的专门店 这个小店还在经营着 然后这个安德鲁的他的太太呢 已经把这个安德鲁蛋塔的这个秘籍 已经卖给了肯德基 那现在其实大家就来肯德基都吃不到 这蛋塔都是安德鲁的 之后又来到路环这里买手信 又看一看这里面的小店 好那这个大力来的猪扒包呢 就一定要试一试 因为这个是很多次都上过旅游广告的 有一次谢霆锋跟安德鲁拉贝比 拍的一个旅游广告 也是专门来到澳门介绍这个猪扒包 所以这个猪扒包一定要试一下 好然后我们从这个路环出来之后呢 有一个天桥就走过去 打算走去大运河 所以直到结算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坛载了 然后这几个建筑就是盐河酒店 之前上次我有住过 只有我带小朋友过来的时候 住了这个盐河酒店 那盐河酒店 然后那里有四间酒店相连嘛 盐河 还有大昌酒店 还有月容庄 然后还有换号 这四个酒店的泳池 有水的水上游乐 所以是想得了的 所以只要住进任何一间酒店 你都可以玩遍这四个酒店的水上设施 据说是亚洲最好玩的 小朋友的水上设施 就有连造海滩啊 还有大滑梯啊 然后还有玻璃的那个水 水绕一圈 然后可以在里面玩的那种方式 就是挺好玩的 小朋友都会一直记得 然后来到大运河之后 我们就要去找吃的东西 打算去去去去那个大运河里面的 food call就这里吧 对 看了海滑州店的这里面的 餐饮的价钱 真的是比香港的海滑州店要贵一倍 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我当然就选了 还是在如果来澳门必定要吃的东西 就是卸舟了 对 然后坐这个船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 那上次新闻里面是有说 在张博之分期的时候 还没有离婚的时候呢 说他们第一个小朋友刚刚出事之后 他们就全家三个人来坐船 那如果本身是坐在威尼斯酒店的话呢 坐船这个就是免费的 如果是 好好那现在我们要来看一下 我早上买的这个爱马仕 我今天就不给大家看里面的 真正手带的内容 然后我之后想要拍一个特别的视频 拍关于穿搭的 然后再特别展示一下这个手带 那反正 大概就是这样的大小 是一个garden party 然后还配了一个丝巾 这个小盒就是装丝巾的 那下午回来之后呢 也有自己泡了一下澡 泡完了之后休息一下 我就决定晚上就去做spa了 然后做spa的时候 它会带你先来到更衣室 然后这里有按摩 然后冲凉的地方呢 是一个叫做森林冲凉一池 就是说上下中间都会喷水出来 有水可以喝 然后休息室里面也是有黄瓜水 还有柠檬水 休息室的感觉 昏昏暗暗的 还是挺好的 那就是按摩床了 做完按摩之后呢 就要叫了晚餐到房间来吃 我觉得感觉超级好 那转天呢 就去吃了川菜 这个川菜是风味区 装修非常豪华的一个餐厅 但是这个据说是最底吃的 米其林二星体酒店餐厅 但是我觉得这个辣鸡就 超级的不好吃 这里面的辣鸡鸡千万不要点 只是麻 完全连辣都没有